現在每個人都要生活 進來工作我強制沒有影響 那主席你怎麼看就是吳打瑋 他現在就是想要爭取來選新的議員 但是他現在卻在幫國民黨議員來做事 這好像沒有矛盾 反正到時候一定會有出選辦法 會在處理 至於現在每個人都要生活 進來工作我強制沒有影響 這樣一個制度的建立他也需要實現 需要模糊 不過至少我們有進步了 我們這一任有25%的留任 但我們要在過程當中 要讓那個配對可以更有效 所以我們這樣 而且當時我們是選完後才處理 有一點時間上來不及 不過我倒覺得這樣 方向是對的 執行上可以再改善 有些人好像覺得是到最後一刻才被問要不要去任 有點不受的這種 我跟你講其實早就問了 只是當時那些立委會說 你現在問這個 看我們一定不會當選主 所以後來有 delay 不過這個方向 我如果把它制度化 以後就沒有這問題 台灣要做一個法制的國家 我覺得法律定出來就應該要遵守 今天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常常定出那個很難遵守的法律 像戴安全帽那件事 我就覺得很好笑 你不戴安全帽 警察看到的時候他是違法 警察沒有看到的時候 他就不違法 這不是我們在告訴老百姓說 你不要被抓到就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希望國家定出來的法律是大家可以遵守 據我所知 全台灣的交通標誌在每個縣市就沒有同意 這不是很老笑嗎 所以結論是這樣 不要一個懶惰的政府 你要用一個懶惰的方法來解決他懶惰的問題 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 他本來就當被人民信任 今天的問題就是說 在證訊過程當中 有16分鐘的錄音帶也不見了 而且當事人 就是當時在被詢問的證人 現在是在指控 檢察官就跟他講說 我們就是要判高安有罪 要求他配合 然後那16分鐘不見了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今天這個消失的16分鐘 不單單是高安的問題 這是 我相信所有全台灣如果被偵訊的人遇到這個問題 同樣會不服氣 他不應當消失 而且現在被消失的這16分鐘 是人家直接指控檢察官 說你就是恐嚇人家一定要做什麼 一定要判他有罪 所以我倒覺得這件事情 需要解釋的是司法機關